木制拉门 助力在写着鸡皮疙瘩的红招牌底下 这间面疙瘩专卖店的古仆外形 与别出新材的名字 在这平常又宁静的巷道里头 显得十分特别以及有趣 藏在拉门背后的餐厅 墙壁上挂了不少充满古早味的物品 有画像啦 商标啦 碎花布啦 鸡皮疙瘩的菜单同时也非常简单 将面疙瘩分成了干拌面 以及汤面两大类 搭配上小菜或是汤品 就是非常丰盛的一餐